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修顺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湖景豪宅 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T区的湖景豪宅 这套房子位于一个全封闭的社区 所以门口都是有保安登记的这种封闭社区 就显出了这个小区的私密性 这个小区所在的位置就在KT的核心区域 并且这个位置离中国城 中国超市 离亚洲城 离市中心都非常的近 很方便 所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豪宅小区 今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或对我说的这套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看房子咯 一进门 好大的高条亭 然后右手边有个楼梯 然后再往里走呢 有一个这样的酒棍 然后再往里走呢 有一个这样的酒棍 漂亮的厨房 想起来是冰箱 超大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个早餐厅 吃早餐的地方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漂亮的院子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回客厅 这是很私密的一个回客厅 其中这边这个铁门可以去院子 其中这边这个铁门可以去院子 这边这个门就是车库门 我们再到一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客卫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客卫的旁门 然后客卫的旁边是一个铁门 这个铁门出去就可以去院子 然后客卫的旁边是主卧 一进门就有一个很漂亮的洗手间 超级美 你看它这个玻璃都不是磨砂的 很透明 但是其实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到里面 到它的漂亮主卧了 现在没有开灯 看主卧很大 而且所有的窗户上都没有纱窗啊 百叶窗 因为这些窗户从外面看是看不到里面的 只有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像睡在花园里一样 感觉非常的棒 好 这就是一楼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通常房子的二楼是比较普通的 因为二楼一般就是放一厅啊 卧室之类的 那这个房子一上来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放一厅 再出来呢 分了几个部分 这是一个卧室 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呢 这边也有一个卧室 我先来这边的卧室看一下 漂亮的一个蓝色卧室 这是公主的房间 然后这边就是洗手间 淋浴间 好 我们再上另外一个卧室看 一看就是一个男孩子的卧室 地毯都是新换的 很厚实的好地毯 然后洗手间 淋浴间 再从这边出来就是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game room 这个房子有几个特点 就是楼上的小阳台比较多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阳台 可以到阳台上直接看得到外面 这个从阳台上直接看院子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了 好 现在我们去 院子非常漂亮 一出来就是这样一个paddy 然后 它还有很多的植被 所以整个院子 占地虽然很大 但是看上去 也不会很暴露在外面 再往这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小天地 就这样一个小花园的感觉 最惊奇的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了 这下面是一个大的室外厨房 室外厨房功能很全 冰箱啊 烤箱啊 然后可以炉灶啊 这种 可以冬汤的炉灶啊 什么都有 还有壁炉 反正应有尽有 但是最让人觉得 惊讶的是这个房间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下它这个房间 超美 一打开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套间 而且这个套间配置非常高 不仅一开门是个大铁门 而且进来之后 这边就是一个 小型的健身房 很帅 然后呢 这边这是一个卧室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看这个洗手间 真的是很棒 装修得太漂亮了 最惊讶的就是这个 它这就完全不是一个淋浴间了 它就是一个桑拿房 因为你看它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的 温度调节的这个系统 这正儿八经是一个桑拿房 桑拿房门口是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在这边开了一个门 然后你走进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套间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房 这个床是Queen的床 就是这样一个套间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门出来 好 现在再去院子看看 现在我们再往这边走 还有一大片地 你看 房子占地一个多acre 所以除了你看到的泳池啊 什么的 还有这么一大片地 就在这边 这房子还有一个小码头 对面也都是这种大豪宅 往那边走也都是这种大豪宅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从湖上往房子里看 就是这样子的 看不到房子里面的东西 很隐秘 非常的有私密性 通常美国的豪宅都是比较有私密性的 不太会暴露在外面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说的这个房子的玻璃 是看不到房子里面的 你看现在我们就是在房子外面 根本看不到里面 这个玻璃都像镜子一样 它用的是这种商用的玻璃 看到没有 就像镜子一样 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它离Asian Town 也就是亚洲城的距离非常近 差不多就是11分钟非常近 然后离Costco什么的也很近 然后它离中国城的距离也很近 很方便 在地图上显示 看差不多就27分钟 不太到半个小时到中国城 然后如果是这个房子 离这个市中心Uptown的位置 也挺近的 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到市中心的Uptown 然后这个房子 如果说离医院的话 也非常近 因为哈曼 Costco非常出名的赫曼医院 就在 这个房子也就是几分钟的位置 我给大家看一下 离赫曼医院13分钟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房子的各种位置非常的好 如果您对Costco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介绍的这套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